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恒林在先 减肥可以说是不少人的终生事业 除了勤做运动或控制饮食之外 现时亦有一部分人会尝试用减肥药来瘦身 到底这些药有什么成分呢 又是否真的有效呢 我们今集请来香港大学医学院药理及药剂部讲师陈泳林为我们讲解 Phoebe 你好 Yunice 你好 Phoebe 都想问一下现时有什么类型的减肥药 它们的减肥原理是怎样的呢 现在声称可以达到减肥的成分的西药大约有四种 比较久一点的药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西部曲灵 它本身是一个抑压胃口的抑制剂 第二本是一隻哦里士他 都是在市场上好一段时间了 它的功效是在腸腸ijo壮�õ 今天的广态最强确是低低低降低直år付 pública 另外有两只资品是达到一个更新的药 都是曾经近年才設有减肥的成分 这两只都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药物 其中一种是非胰岛素的注射剂 它是升糖素泰一手体速效剂 它本身是皮下注射的 它本身在糖尿病的功效 就是促进胰壮增加胰岛素的分泌 但是最近的研究都会发现 如果用于低剂量的话 都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 另外就是另外一种口服的糖尿药 我们叫SGLT2的抑制剂 它本身是在肾脏内发挥它的药效 在肾脏内减低肾脏 吸收糖分进入身体 从而令到肾脏减低 亦都达到减肥的效果 我知道坊间有些药物可以帮你去水排便 这些药物是否都有减肥的功效呢 其实坊间有很多产品都声称自己有排毒或去水的功效 其实之前政府都打击过一些产品 他们都发现有一个西药的成份 一般如果我们说可以去水的成份 都是有一些去水剂、利尿剂在里面的 如果吃得太多都是不好的 另外有排毒的成份 一般都是一些利便的 增加大便排放 令到减低身体的积蓁某些成份 令到减肥的效果 但其实它不是真的在减肥 它只是帮身体排走一些成份 无论是水分还是大便 有些减肥药都说标榜成份是天然 那这类药物又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有一些天然的 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可能有黑蒜的成份 或者是一些酵素 我们现在镜头都看到一些 例如黑蒜的产品 或者有些先人掌的酵素产品 其实黑蒜本身 都是声称可以减低这个胆固醇的 但是它的药如果真的有功效的话 都是很温和的 所以其实千万不要当吃了个黑蒜 甚至我真的吃了个粒的黑蒜 都可以达到胆固醇会降低 只可以当辅助的 如果你降了胆固醇 是不是就可以减肥呢 也不一定的 如果先人掌 其实它本身都是一种利便的一种物质 所以如果你服用了之后 都是会增加那个小便排放 一般它可能现在用酵素 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益生菌 来到混合来到一些作为一些产品 其实益生菌本身 是我们长壮已经有的了 如果你服用了之后 可能清清就可以促进长度的健康 如果排不到大便的 就可能会令大便通上一些 或者是如果福射的朋友 就可能会抑制到福射都不顶 但是究竟益生菌是否真的可以控制到减肥呢 这个都是未知之数 另外现在都看到有一些 例如芦荟的精华 或者是一些姜母的精华 其实芦荟本身都是有排水和排大便的 甚至如果你真的整支芦荟汇这样喝的话 是可以做一个通便剂的 所以产品加入了盧汇之后 其实它加入的成分又不是真的加了很多 二来其实就算使用了 它都是放了一些大便出来的 所以都不是真的减肥 另外有一些姜母的成分 甚至一些辣椒的成分 或者咖啡因的成分 它们都是增加了身体的体温 然后声称可以增加新层代謝的效率 然后希望达到减肥的效果 但是其实身体体温增加了 是不是真的新层代謝就会快了呢 都是未知之数 这些药物会不会有副作用在 其实因为刚才我提过很多种不同的物质 产品 其实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副作用 如果侵回西药来说的话 其实西部曲宁为什么已经没有什么人使用这一只药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发现了 使用了之后增加了患心脏病的机会率 所以也都很足够了 也都有很多精神上 或者是中央的我们叫做精神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都已经很少用的了 然后奥利士他现在是唯一一只 现在可以还留得到的一只旧一些的药 它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 因为它抑制了脂肪的吸收 所以大便排出来的时候 就会特别一些臭的 如果一般女士如果是不想 例如排便的时候觉得真的很臭的话 它自动就会减低油份的进食 另外两只糖尿药本身都有自己的副作用 尤其是那个口服的糖尿药 最主要的副作用是会增加了这个尿道炎的风险 因为试想像一下 那些尿原本应该吸收的 但是这些糖尿药现在留在一个尿道 那可能就会增加了细菌的滋生 所以随而就会增加了患这个尿道炎的风险 但是刚才我们都提过一些比较天然的产品 包括可能它是利便 或者是利排大便 或者是排小便都好 都可以导致一个电解质的不平衡 如果去到很极端的话 有些朋友可能真的天天都很神心地吃 可能都会导致有分裂 或者甚至可以导致死亡的严重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一排这些减肥药 会不会有机会出现体重反弹的呢 其实使用任何的产品 或者使用任何的方法去减肥 只要你忽然间停止的话 它都可以出现反弹的 无论你说我使用餐单也好 或者我服用产品也好 或者我做运动也好 我不做的话 我都会有反弹的 有些什么人在服用这一类减肥药的食物 要注意呢 或者其实这一类减肥药 是不是任何体质都会使用的呢 其实最主要是说回四种主流的西药 其实现在本身西部曲灵已经很少使用了 因为长期使用 除了有心脏病的副作用之外 也会有一些精神的副作用 另外糖尿药 它本身都是因为最主流 是要来给糖尿病患者使用 而它可能得到糖尿的效果之余 亦都可以减肥药 所以如果只是纯粹利用来减肥的话 可能对副作用的理解 要更加要问多些都不定 奥利士他本身都是属于一种安全的药物 但是如果你说使用坊间的产品的话 因为它们的成份 品质都是各异 所以市民真的要很小心 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 可能会出现定解质不平衡的情况 如果本身已经是脱水 或者是那段时间喝得少了的话 都会特别容易出现这些副作用 所以如果市民真的决定使用的话 一定要确保自己 还是要保持正常的饮食 那如果我们同时服用多种的减肥药 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本身因为指引 都是不建议服用药物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到服用药物的话 一定是要经过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 那坊间买得到的那些产品 其实最好都是要告诉医护人员 医生或者药剂师 可以和你进行一个药物的覆查 看看和你本身吃的药物会不会有冲撞 因为坊间的产品实在是太难控制 所以大家可能觉得 我本身是减肥茶 可能是姜茶 或者是好像很没有东西的信息 所以如果你真的打算使用这些产品 甚至正在使用这些产品的话 都应该和医护人员多沟通 其实减肥不仅是靠食药的 甚至它最主流介绍的三大元素 都不是包括食药的 三大主流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 其中两种就是包括做运动 我们怎么动都好过不动 最主要的信息就是 第二就是均衡饮食 这两个其实大家都可能耳熟能长 第三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精神 我们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我真的决定减肥的话 可能要告诉身边的朋友听 我决定了减肥了 变成了身边的朋友不会在这里减肥 然后我在你旁边就大快多疑 又或者是有一些生活习惯 可能是自己以前已经养性了 例如我走这条路上班 回家 我就会经过某一间店铺 我就会督串鱼蛋 可能你就要从这个根本去改 例如我不走这条路 或者我是做一个站落车 或者我用自己的方法去改变这些这样的习惯 今集很多谢Phoebe长俊的讲解 今集时间又够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